白色車輛猛烈撞上民宅 車頭都毀了 後方的賓士車急停走下兩名男子 不是要幫忙救人 而是用手肘急破車窗 從裡頭拿走了牛皮紙袋 警方最查發現裡頭近是詐騙來的現金一百萬 當時車手張姓少年拿著這張假工作證 假冒是投顧公司的外派經理 騙走老先生一百萬元 得手後這輛租賓車準備在張姓少年逃往雲林 但車手頭同時又派了一輛收水車要來取贓款 雙方互不知情 收水車見少年沒有上繳一百萬 以為對方要黑赤黑 因此追逐衝撞 收水的人要來取這一筆贓款 因為是有黑赤黑的狀況引起他的恐慌 所以就自駕車輛逃跑 而引發了自撞民宅的事件 眼見同伙發生車禍 現場滿目瘡疑 賓士車上的四人怕引注目隨即逃逸 兩個人逃到台南山區 兩個人開車到屏東東港汽車 之後再打火車到高鐵站 前往台北後再到宜蘭藏匿在民宿 直到警方找上門來才招任 但一百萬元的贊款已經上繳 僅剩四萬多元 被騙了一般都不敢告訴家人 那他後來才坦承 是怕家人擔心 所以才跟我們講詳細的細節 詐騙事件因成員內訌曝了光 全案一炸期公共危險 傷害毀損等罪偵辦 警方並持續向上溯源 近新聞轉鈴謝佳玲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